欢迎收看这个视频,我是赵豪 那本期视频你们呢,来跟他说的这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个国际商务这个专业所开设的这个课程或者这个专业以后 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就业的发展的方向 我不算是这方面领域的专家 但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啊,国际商务我学了十几年了 国际商务是一个有意思,很有很有趣的 包括现在做的事业呢,工作呢,也是这个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带了这么多学生,看到他们很多学生最后去了国际化的公司 跨国的公司等等的 国际商务呢,International Business呢 看上去是一个,听上去是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 其实并没有 这个名字你越觉得高大上吧 你毕业了以后你想 我为什么,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我为什么要雇一个二十多岁 你想大学刚毕业,二十多岁 研究生毕业,大学毕业正常来说二十二岁 研究生毕业二十四岁 美国啊,美国说是一般是一年或两年的 你毕业了以后你 我公司为什么要一个二十多岁来做这个国际市场战略呢 所以,听上去越大的名字 有时候也有更多越值得思考的点 一个是这个专业,一个是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商业分析现在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商业分析啊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数据化的角度 从你学了一遍商业 那什么是国际商务呢 你从国际化的角度,从你学了一遍商业 我觉得这个是解释国际商务在美国这个专业 比较好的一个解释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来看看他的十个这个国际商务的这个 呃,毕业的这个发展的方向 首先呢 在开始之前呢 在十个方向 毕业就业方向之前呢 我想让大家 呃,真的是特别了解这个国际商务这个专业 因为我发现很多国际生啊 在美国留学或者过来回江南大或者欧洲 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 有时候稀里糊涂的就选了这个专业 而商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商学院是个非常复杂的学院 商科是个非常复杂的学科 商科里面有二三十个专业 所以今天呢 我就一点点录这一系列视频 把每个专业跟大家讲清楚 好吧 我拿了一个这个 Wordocuments啊 能看见对吧 好 我先跟大家说啊 这里面有几个 Origate 11 11吧 没关系 把这个 可以把这个放大 做一下 OK 在这个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专业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大家能看见吧 其实它有很多相辅相众的专业 比如说International Trade 这也是个项目相众的专业 Global Management 这也是一个专业 对吧 欧洲一般叫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Glob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那么一般啊 在本科阶段 授予BA 或者BS 或者BBA的学位 那么BA呢 是Bachelor Bachelor怎么听来的 Bach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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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achelor OK OfScience Bachelor OfArts Degrade 或者Bachelor OfScience 对吧 Degrade 或者Microsoft 智能啊 当然如果用正版的Microsoft 的话 其实非常方便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一般有 一般有这几个专业 这个 这个学位 这是本科阶段了 那么到了研究生 也是同理 对吧 Master of Arts MA的 Master of Science Master of Science 或者Master Business NST NST Administration 那么这是研究生授予的技术学位 那么国际商务呢 如果这个专业 更加的是 国际商务的话 就是International Business 这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 这首先是 这是两个段位 一个是本科 一个是研究生 研究生是Master 那么这个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Global Management 和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这个其实在 这个 这后面两个 更多的是在研究生级别里面 比较常见的 那么在研究生级别里面呢 Global Management 在美国比较常见 然后欧洲呢 更多的是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那么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呢 它是更加的偏向于 偏文一点的 就是它更加的 这个方向一点 比如它研究的是 Culture 文化 对吧 包括 People 更多的是 不同的这个 怎么跟当地的人 进行打交道 当地的文化 包括这就是更多了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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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听对了吗 Negotiation 谈判 International 你看它就是 People Evoted 跟人 在这江湾 跟人打交道 包括 其实有时候 还会涉及到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airs 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的政策 Regional Regional Studies 区域性学习 比如说 Asia 亚洲是一个大的 Sorry 亚洲是一个大的 对吧 或者是 NN Northmark Northmark 是一个大的 它是以地域的 或者EU 欧洲是一个大的 EM 那是欧洲跟亚洲 接掌的 那个区域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中东我就不一个打 反正它以地域性 进行学习 它更多的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其实更多的 它是跟 以人 我觉得这个人 在这里面是重点 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它主要是 People Evoted 就是跟人有关系的 不管你看是 国际的事务 谈判 文化 Regional 更多是这个 这是Business 那么 International Trade 呢 International贸易呢 其实我们看 当然也不是说 不是说绝对啊 不是说International Trade 就不学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那个方面的内容 也不是说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不学 International Trade 不是所谓的绝对的 我们看 在美国大学 International Trade 它主要是 它主要 它其实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它跟 Products 跟产品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对吧 包括 Trade Policy 广泛一直 不加 Trade Policy 贸易的政策 你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研究的是 你看这里面 International Affairs 研究的是 跟人在这里面相关的 人制定了什么 人是政治和政策 人制定了政策 参与政策的人 叫政治人物 或者国家的政策等等 这个它是制定了 这个贸易的国际 国家之间 比如进出口 国家关系 等等的一系列 那么这些 人制定的这些政策 会影响到 这个Trade Policy 就货品的 货品的 流动 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也有 很多 叫Free Trade Agreement 这个Free Trade Agreement 不是说货品 无偿的 免费的Free Trade 进行交换 它主要是 By the Regions 你看 其实 Regions Regional Trading Trade Policy 地区性的贸易的政策 你看 这是Regional Study 研究这个区域里面的人 比如说 亚洲的人们的市场的 Cosumer的消费者 行为方式 然后Regional Trade Policy 其实就沿接 比如说原来的 Nelftal Nelftal怎么拼来的 Nelftal 好像是Nelftal吧 现在不叫Nelftal 叫US MCA 就是特朗普 President Trump 改了 就是原来的 就是 呃 对 就我没听说 那我说 因为是Nelftal Nelf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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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CNV呢 就是Canadian 而不是什么Canadian Canada 加拿大 所以就这么形成了 包括Morse support 还叫什么 是南美的贸易的协定 每个地方有贸易的协定 那么这里面 供应链啊 Shipping啊 贸易啊 Logistic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比较 比较有名的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看 在供应链 大家看在供应链里面 呃 你看ASU 它研究的就是 国际化的供应链 研究了很多 但你看很多 其他的 有些州地大学供应链 也很强 它更多研究是 Domestic 本地的供应链的 本地的供应链 的这个战略 那么 这些这种基础 当然我只是举一些例子 国际商务 国际贸易里面 这两个略微的区别 我觉得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不是说绝对啊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更多的是跟 people打交道 还是International trade 更多的是跟 products打交道 产品 那么当然了 你如果到了 Global Management 和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到了Master Lival 你学完这个区别以后 那你可能 其实在商科里面 走的最后一步 其实都是strategy 也在国际市场里面 就是International strategy 那么 那么在International strategy 其实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也就反推回来了 什么是 就是what 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什么是国际商务 其实我觉得 以我的理解 就是Doing business 就是做一个 from global perspective 从全球化的市场 来做这个生意 那么那接下来 就是what is business 那什么是生意呢 什么是商业呢 其实商科里面 四大基础是什么 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Management Management 好 那么 在Accounting 在Accounting and Finance里面呢 在你看 首先就是Doing business 这个就是Doing business 对吧 from global perspective 全球化市场来做生意 那么 那么什么是生意呢 你看都连下来了 那么生意就是 Accounting Finance 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说 就是 from degree perspective 就是从学业角度来说 大概商科里面 分这四大 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商科 的四大基础领域 那么商业呢 其实 其实我们经常问 其实真正就是 what is business 在就是任何的商业里面 其实 我们都知道 商业里面 无非就两件事 products and service 就是 产品和服务 商业 任何的商业 离不开这两件 你大家随便去看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鼠标 这是一个物理 能拿起来的一个 thinkpad的一个鼠标 这是个products 大家看这个视频 你不能把张老师 拿回家给你睡觉去 对吧 对吧 你不能把我带回家 你看我视频 大家玩过餐车 你不能说 弄过餐车 然后你说你过餐车 我花钱了 你为什么 国船车我没有带回家 因为你在体验了 你现在在看着 你接受到知识 对吧 或者你骂我两届 对吧 你开心了 对吧 你缺陷 缺陷那个负面情绪 或者坐国船车 你的激情 你的释放的心情 你难不回家去 这些东西 你消费了 你花钱了 你是消费者 但你带不走 所以我们经常说 在service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experiences 那么在products里面 其实我不想 我不想讲太多 这里面 就是products里面 其实就是reliability dependability 就是三个维度 就是可靠性 耐用性 和时间性 反正就是这两个productservice 所以你看这个service 是跟人大交道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是一种service product 更多产品 所以全都对上了 看一秒 从前往后 从后往前推 都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如果 其实这句话 是这个视频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在于商科里面 你其实来来回国 国际商务 你学的就是商科 这四大领域 from一个global的perspective 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这就是国际商务 比如说大家会经常看见 很多的课程 比如说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有这本课吧 很多地方都有这本课 对吧 有international finance 对吧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对吧 全球贡物链 对吧 那都有这些课程 那什么是international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是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就是你还是学习 市场学 但你比如说 你学习的是中国市场 中国消费者 那跟美国消费者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汽车 对吧 你这个汽车 你是 你这个汽车 比如说你看 你这个汽车 你是要送到哪去 对吧 呃 他里 excuse me 你看美国人开汽车都是大皮卡 越大的车越好 美国的消费者就可能大概觉得可能heavier更重 什么这个larger更大 什么bigger heavier than air 什么更大更重 所以车就一定安全 但是你看欧洲的车它就很小 那你说保时捷安全不安全 保时捷并不大 按照美国人的标准 难道保时捷不安全吗 那也不是 保时捷它是整个的structure 它的高架结构本身是安全的 沃尔沃 沃尔沃大还是皮卡 还是美国那大皮卡大 难道沃尔沃不安全吗 也不是 但是消费者 他从他的视角上来看 他这 美国人可能更多消费者觉得更大 更重 更做得更高 事业更好 更大 所以他就是消费 你看不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这证明 美国消费者愚蠢 欧洲消费者聪明 也不是说证明欧洲消费者就喜欢买小车 美国消费者买大车 而是在世界这么大 不同国家他消费者所消费 消费的时候看待这个产品的价值观是不一样 就像张老师我提供的 留学战略自行的服务似的 为什么 进来找我的很多学生 全是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学生 而来自中国大陆的 倒不多 为什么 因为可能我在国外生活了 这小二十年十几年的时间 我带了这么多学生 大部分都是找我的在美国本土的学生 价值观相符 做事行为方式相符 一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认同感相符 并不是说 我并没有很国内那一套 就是我也不知道国内哪一套 反正很多家长说你 你这个说的方式不太像 国内 我不知道 我觉得但是我是谈谈正正的一个 北京人也是个中国人 但是这就是消费者在商业里面 向市场寻求消费者的认可 而消费者的认可的认可的价值观 每个是跟国家的所在的地理位置是不一样的 金融 呃 国民链都是同样的 他研究着不同的市场 其实国际商务就是换了一个市场 换了一个视角 换了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来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这个商业 所以这就是最简单的国际市场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继续来看 那你说 那你说就业方向 我随便跟大家说几个吧 那太多了 因为国际商务本身就是学习整个 犯商科里面的 商科里面的专业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没有挡着 没有挡 OK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市场 你可以成为international的一个什么 marketing manager 对吧 你可以成为一个国际市场营销的 营销的这个这个manager 比如说 you have companies opening foreign market 对吧 比如说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汽车现在卖到欧洲来了 对吧 美国的汽车也有在欧洲 欧洲汽车 欧洲汽车倒在美国并不多 你在美国基本上看不见什么 看不见Pujia 或者Citron 就是Citron 和和那个小狮子 那个小狮子 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小狮子 不这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而且你看 在美 在在在在 在欧洲你也看不见 很少吧 后来改名了 你也看不见美国的 Xiavee Xiavee Opoll 所以包括很多的汽车 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的欧洲的一些汽车 在中国 在美国 在中国 中国 美国市场都没有了 包括像 罗马尼亚 应该是罗马尼亚 原来的 Xiavee 后来好像是跟大众是怎么着 我也记不清了 包括 应该是大众旗下的 还有是 Sits S-E-A-T-S 我如果 我记不清了 我很多年前看到了 上演案例 应该如果没错 应该是这样 所以一个市场 你作为这个市场 国际市场战略的经理 你可以开脱 Open into foreign markets 对吧 包括 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你understand the foreign 因为你理解 forign market 理解 forign market 对吧 比如说targeting forign market consumers 消费者 比如说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国际商务里面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我之前很多 有些一带而过的话 其实背后 有不少道理在里面了 只是我平时录视频 没有太多时间 跟大家来解释 就比如说你任何一个品牌 你最近到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里面去 你要去歧视那个国家的消费者 那你就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就是你到一个国家市场里面去 你就要接受 包括融入到那个国家 所在有的市场里面去 国际战略里面 我们经常说 没有所谓的 好与坏 你怎么 你作为一个商业 你有什么权利来定义消费者的好与坏 就比如说 大家可能看到肯德基在美国 卖的比较多的 反正我不知道每个州还不太一样 但是在亚利桑那 你基本上 亚利桑那基本上就是 Crispy 就是脆的炸鸡 就炸的 然后Grill 就是烤的 然后Original 就是原味的 就是鸡肉三种做法 有些州 有些location 有些州还没有Grill 就烤的这个版本 但你看肯德基在中国 那还要卖米饭呢 你随便 还要卖米饭类的商品 你随便问一个老美 你说肯德基在美国你们吃到过米饭呢 没有 对吧 比如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麦当劳在中国应该是有炸鸡翅的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麦辣鸡翅 这个东西在美国 反正我是没见 没见着 但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在 这种行为在 国际市场里面叫localization 叫 平错了 localization 叫本地化市场 那么 像麦当劳里面 像中国应该是叫 G5吧 对吧 就是bicmac 叫standardization 叫统一化 又评错了 好 是我的评写 一个是localization 一个是standardization 就是全世界提供同样的一种产品 不管国家与市场 那么这个叫做standardization 跨国家 跨市场 根据市场进行 市场化进行改变 叫localization 简单说说 好吧 就是说每个职业的时候 跟大家简单说 大概是干什么 当然这里面太多了 这个 这个太多了 这个 这要说的话 好吧 那我们刚才还说的一个就是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供应链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叫coordinator sportmanager 反正你就是经理级别还是工作人员 因为 比如international shipping shipping 对吧 比如说很多老美国外人 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 他们通过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他们在从中国工厂里面买东西 对吧 包括其实我们还会学 当时学的 for your board 运输的条例 包括export and imports 进出口 进出口的这个 这个等等的 进口和出口 对吧 包括 当然这个FOP是其中一种 还有很多种 跟nolo代码 international水平 就国际的 这个 这个物流的这个 物流的这个等等 包括还有dropshipping 就是产品 直接送到一个 这个供应链在 供应链 就这两个 就供应链和市场 我觉得在国际商务 这个专业里面 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在传统的美国大决 里面开设 国际商务 开的比较好 他们研究国际化市场 不同地域性市场 研究的比较多 包括贸易政策等等 在像 像ASU举例 像这个ASU 现在就是供应链里面 他把供应链和国际管理 结合的很好 那就教了这个 贸易政策 叫的就是这场销 这是贸易政策的攻略 我之前 有一个学生 他是 毕业了 美国大学毕业了以后 然后他是现在在 美国的一家 德州的一家 当地的公司工作 然后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其实就是从中国南方的工厂里面 帮助美国公司进行采购产品 那你想 他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工作 他有这个Language Skills 就是Foreign Language 你要采购 对吧 Procurements 对吧 你要想采购这个产品 Procurements 你就得设计到这个点 包括其实还会设计到国际运输里面 就比较复杂了 还有如果是你要买的量太大的话 你要买煤或者重金属 什么浙纳的乱七八糟的木材 什么的 你还设计到 本身的资产的这个运输的对冲的问题 在国际商务里面 比较多的一个岗位 就Business Development Basically 这个岗位更多的 其实就是 Set up business in a foreign market 比如说包括 Turn keys 就比如说你做完了 你做完了 你做完了 你叫一个工厂 把钥匙交给国家公司 包括alliances 合作 包括就是 就是合作共赢 等等的 这些都是 啊 Build partnership 建立这个合作的关系 这些就是建立一个新的企业 或者一个开阔国际化的市场 比如说某一个品牌 今天说我想 进入到中国市场 然后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 比如中国的公司 我说我想开设美国的市场 那么我就开设一个 建立一个business 就business development OK 然后接下来 你看他为什么说 啊 为什么说这国际商务 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专业 它是每个地方都涉及到 但是这就为什么国际商务 很多好的项目 它有分支就在这 就是你要学一个特定的一个国际商务的一个分支 这个其实就是forex forex 拼来了 别拼错了 别又不让我发这视频 一样 forex OK forex exchange 就是其实这里面就涉到金融了 currency 对吧 因为货币是来回变的 包括flows 就是这个货币的流动性这些的 比如说你到一个国家市场里面去 对吧 它的汇率是来会变 做完生意以后 啊 等等会增长会下降 这是从金融角度跟国际商务是有关系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Chicago 它有那个交易所 然后 你的材料的运输 然后你的价格的变化 原材料的变化 这些都是涉及到这个forex exchange 说了几个了 one two three four 说了四个了 我想想还有哪个 well 其实下一个比较牵向于 挡住的是吧 international the fears 这个国际关系里面呢 比如那就涉及到政策了 这个不完全在国际商务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专业叫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的这个公共的政策 专门有这个专业呢 像 UCSD 它专门有一个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lobal global strategy strategy policy 里面其实就涉及到的这个 包括你像 Jaws-Habkins u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o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trategy 还有里面就会学习到共计 关系和共计政策 那么这个毕业里以后 研究的其实就是 trade 这更加变trade的一种的regulation 因为你 因为你跨国嘛 你交易嘛 包括policy OK 这种所类的 这internet的国际关系类的 但你要去以后当发言人 去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外交部 那也可以 也是属于国际关系里面 那是男师呢 给他看我自己记的笔记 那是男师呢 这是老了 先都记不住了 consulting 国际的咨询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其实 什么叫咨询行业 就是advance 就是给出愿意 和 我们一般不叫suggestion 我们应该叫recommendations 就是给出国际市场里面的 发展的方向 建议和suggestion recommendations 比如说包括 how to 在国际商务里面 其实有一个词 叫做nowhow 是个term 就是你知道 怎么开动一个国际上 比如说一个美国的公司 比如说 Bermark Company 从美国到中国 对吧 怎么开过这个市场 你看你可能 雇一个国际的 这个咨询师 这个战略咨询师 包括其实我 现在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跟那个相关吧 你可以说 我是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cering 这个国际教育的 how they're going to get into a foreign get a foreign diploma 国际的另外的 这个做资询岗业 那么这个其实要求的一定的难度 就是其实at the end of the 这是all about strategy 就是战略 that getting into foreign markets 其实国际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消费者吧 到另外一个国家 接受包装教育 international console 还是把这个忘了 international finance 法语都出来 financial analysis 金融分析师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currency 对吧 你看你看国际商务 我们说完市场了 说了物流 说完物流以后 我们说说这个金融 市场 供应链 那都是各个维度 从不同维度 来学习到国际商务 包括 包括金融的investment in foreign market 这个在国外市场里面 进行投资这个行为 我们叫做 有各种说法吧 但一般是FDI 也是国家希望吸引的 每一个国家的希望线 叫做FDI 叫做Foreign Foreign Dire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就是外面公司 直接来进行投资 然后来开设工厂 增加另外一个国家的 本地的就业 把资金带进来 这就是financial analysis 就是做金融的事情 但是拉到一个国外的市场里面去 开过一个新的市场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当然这里面就会出现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比如说中国的手机小米 小米首先大家可以看 它在美国并不多 但在欧洲小米市场还是做得很大 然后risk management 比如说小米 至于印度还是怎么回事 那天看着有新闻 最后钱又被罚款 然后其实说白了就这 那了 这就是各种 其实就是故意设置上什么 Regulation Regulation 就是行政政策型的 故意增加障碍 就是国外政府 国外的这个政府 它就是这种 那钱就不让你拿出来 对吧 很多的行为 所以在国际市场里面 投资金融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风险 但是 Business Whenever there is a risk there is a reward 哪里有风险 哪里就有更高的投资 Diplomatic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看到 George Georgetown Universi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有一个叫Wash 叫Wash Wash 是这么新吗 Score 我记不清楚了 叫Foreign Services 还叫什么 Georgetown 在这方面很强 这个就是外交人员 跨国大使 等等的 这也是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里面 比较 外来会涉及到 因为你对另外一个国家的 这个 这个就比较走 走从政这个方面 Georgetown 就很强 包括很多的 Many Universities 还不用卖 Many Universities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这两个都在哪 这在Washington D.C Why? Because it's capital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800年第一次拼 全拼美国 从来没拼过 因为你是 其实就是 更多的是 Policy层面 包括Economics Economic Policy Policy 等等的 各种方面的层面上 这个其实更多的 从Foreign Affairs 国际关系里面出来比较多 但是国际商务也包含这个领域 我们说完了 你看我们刚才说完了市场 说了金融 说了供应链 说了国际的政治和关系里面的 然后下一个 这是比较常见的Exports Manager 当然国际商务里面所能干的事情很多 这只是随便 就是大概举了几个例子 但是能干的太多了 这个Export Manager 这也是比较多了 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你可以理解这种妈妈的爸爸 就是妈妈爸爸的商店里面 How they're going to sell products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碰了一下鼠标 Sell products in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就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这也是比较多的 这要understand 你要想做这个就是understand local markets 这本地化的市场你了解 才能把这个产品 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市场里面去 或者manage international的一个Sells 还有很多 你现在大洲为什么在中国做这么多 奥迪在中国卖了这么多 这都是德国的品牌 包括Bosch Simmons 西门子博士等等的 Export Manager 其实 大家说一个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对于美国人来 就是国际生在美国接受这个教育 对于美国国家来说是一个出口行为 大家能想象吗 是一种教育的服务的出口 因为Education是一种Services Educational Services Culture的一个文化研究的一个文化研究的人员 这个也是这个Culture这个文化是所有的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里面都要学的 这是这里面非常这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Culture 谁嘛 拼都拼做了Culture 因为你如果不了解当地的市场就没法弄 包括其实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太多了 比如说 I understand Culture norms 本地的本地化的市场的行为 消费者的行为 对吧 包括Training Training这个Expats Expats怎么拼来了 Expats应该怎么拼吧 跨国的教育人员 比如说你不能说到这儿来 好家伙 你之前有一家企业到德国 就不让 不让 不让人吃香肠 不让人喝啤酒 好家伙 对吧 你跑了 你跑了 跑到Saudi Arabia 去卖羽绒服 平均40多度去卖羽绒服 对吧 你跑了 对吧 TrainingExpats 包括一种Culture的Double Benefit 对一个文化的一个适应性 理解 这都很重要 好吧 其实说白了 我给大家说了十点 其实从三个 从十个 从更 尽量是从多个维度上来说 比如说总结一下 你看先是 当然能干的事情很多 还是那句话 先是市场角度来说 对吧 然后供应链 然后从Management 因为Business Development 你还记得我刚刚开始 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这个 因为你是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商科四大领域 其实就算是Accounting 我今天没提到 我可以说一个 关于International Accounting的 就是我有算了不写 我随便说一个 比如说 美国有GAAP JAP 这美国的会计准则 中国有中国的会计准则 那会计准则不一样 就会涉及到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国际的会计 包括Regulations 税收的Tax Regulations 关于税务的问题 包括很多公司去 开卖全场去建立公司的时候 它也是B税的一个点在这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nagement 这是建立国际市场开设的 一个International 关于市场类的 供应链里面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你看Finance 发现了吗 其实国际商务 你仔细看 国际商务 它就是多个维度 这是Marketing 对吧 这是就我们说的四大奇数 这是Marketing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Marketing 因为供链 其实很多情况下来说 是在很多大学里面 都是归Marketing Department在管的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Management 对吧 这个角度 Finance 金融角度 这个其实International Affairs 自己其实站立了独立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非把它说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Management 就是因为管理国家的政策 也是一种管理 对吧 Consulting 这也是一种 看你做什么 但是这个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Management 然后这是Finance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广的Diplomacy 也是一种Management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其实也可以是Management 也可以是Marketing 但是Sales更多是属于Marketing 然后Culture更多的是Management 所以其实我随便举了十个 我也没提前准备的十个 我就大概随便记了几个笔记 大家会看见国际商务里面 重哪两个方向 国际商务里面 客观来讲 国际商务里面比较重这两个方向 这确实是我学了这这么多年一个 普遍发现的现象 就是Marketing和Management更多 金融和会计也有设计的 但并没有太多 因为你更多的你是跟 你看People更多的是 什么 Products更多的是什么 是Market 是市场 People更多的是什么 是管理 所以其实也就回敲过来这两个点了 好吧 哎呀好像我时间过这么快 我没注意随便张老师 我会给讲一讲讲 好像快五十分钟了 我希望我是不着急 然后慢条思理的跟大家把这个说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个 这种你真的想学国际商务这个事情 你还有更长远就更多的知识领域需要探索的 我今天只是简单的举了十个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 给大家稍微有这么一个感觉或者概念 感觉或者概念 或者说我稍微跟大家建立一个就是在美国 我不了解国内情况 我也会国内怎么交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美国交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trade 也不能说大概就全都是这样 但是但是多多少少 跟这个 我不想把话说的太绝对 我觉得 我觉得越是我了解 所以我就不能就是要成功成功 就是我不能不能过来营销大家 但大体上来说是这样的 那么在国际商务里面 交的比较好的大学 大家可以看看南卡兰奴亚州大学 我知道大家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个大学 Donald Moore的上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 南卡在国际商务里面是定义级别的 或者标杆级别的 本科码30多年连去第一 研究中20多年连去第一 我觉得我毕业的没了 交的也不是吃素的 也是在这领域里面也是70多年 在里面吃一个标杆 欧洲的IMD 叫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ment 好像是叫这领域 也是IMD也是很强的 然后在国际领域 国际商务里面 大家看那些顶尖的教授 无非就是要不是IMD 要不是USA 就是南卡 反正就是这几个大学毕业的 然后你看国际政治里面教的比较好的 Jorge Washington Jorge Town 因为他就在Washington DC 当然还有很多学校也紧随其后 但是在国际商务里面这个专业 他还是比较数业有专攻 还是最后那叫 What 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什么是国际商务 It's doing business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从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一个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Global和International两个词是一样的 全球或者国际化的视角 Global全球 International国际 一个意思 国际化或全球的视角 来研究来做生意 那什么是生意呢 从学的角度来说 生意 从实践 从真正的商业 从真正的商业里面 就是products, services, 传品和服务 那么从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和 management 上根字的 四大基础的局 当然这四大基础 你会延展出来很多的 包括购用链 包括operation 其实我还没 今天没说的operation 运营 包括global risk management 全球的风险管理 太多了 非常的多 小到细节分支的非常多 它就像血管似的 它有四个主要的动脉 它能分出来很多很多的血管 在那里面 分到非常多的分支在那里面 国际市场是一个 国际市场 国际商务这个专业 是一个富有很多的挑战 一个新鲜的 一个 我觉得未来会发展越来越重要的 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的推进 全球化的一体化的推进 世界的共同的繁荣 这些都很重要 在雷达我最后毕业的时候 我们宣誓都说 我们为促进全球的繁荣而共同的努力 为了促进全球的繁荣 包括经济在大学上 提供的国际化教育的时候 也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华人 能够站在世界大的公司的舞台上面 来 为推动国际化的贸易 国际化的全球的贸易 全球的经济 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好吧 我每周呢 有五个党免费的咨询时间 大家想联系到我呢 可以给我发现 我的firstsigname 打赞字面 hannonc.com 那或微信联系到 p3mc hns p3mc aaron 以及p3mc jnj 以上的本期视频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是这个问题 能够学习 和有受灵性 而是这个事情 或者是这个 中生育性 和为了预历的目标 authorities 与其他原因 是这两个未来的 争择和危机 在 hvor际系 的羽生 我们说明了 我们发现 了导致的危机 和可能性 的来自大学生 发生 我们用作次专业的 技术 提供的 我们专门 专门 专业 我们和学生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i,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